偷跑 现在但凡是有人关心的游戏都逃不掉 这次轮到了王国之类 早了十天被偷跑的RAM文件 昨天还刷到B站运营的朋友圈 在加班下架视频 虽然我早就习惯了 减少上网啊 弹幕屏蔽 眯着眼睛物理过滤 但我期待了那么久的游戏 被提前十天偷跑 还是 很不爽 这游戏到底是怎么偷跑的 为什么东半球最强法务部 这会儿就束手无策了 偷跑 现在大部分情况是实体盘泄露 游戏越畅销就越需要提前运输 全球扑货 这个过程需要漫长复杂的运输和仓储过程 这里面每一个环节 货物经过每一个网点 都会增加出披露的机会 出现实体盘被盗窃的情况 比如2016年神秘海域4 就在运输中遭遇了盗窃 一部分被窃的实体盘出现在了英国 被人挂到了eBay上面卖 还有王国之星3 在发售前一个半月 被盗窃了超过30份实体盘 这些都是盗窃案 是刑事犯罪 有警方处理 所以玩家就很难听到这些案件的后续了 这次王国之类同样是实体版先偷跑 5月1号一张美版卡带 出现在了拍卖网站上 目前任天堂已经想办法关闭了商品业 但实体版一旦流出 很快就会被Dumped and Run 顷刻间像野火一样 遍布了全球互联网 还有一种偷跑 是直接由黑客攻击来泄露游戏 不过实操上 黑客一般不会大方的 在网上公开游戏的数字副本 他们会泄露一些信息 然后去勒索厂商 比如影响非常恶劣的GTA6代码泄露事件 就是想要勒索Rockstar 当然最终是 偷跑这个事情 不仅涉及剧透 影响广大玩家的体验 也特别伤害大家的感情 尤其是掰着指头等游戏发售的玩家 那为什么还会屡次发生 好像厂商一点办法都没有呢 由于大部分偷跑呢 都发生在仓储 运输 零售 这些离厂商比较远的末端环节 而这些零售或者物流又遍布全球 从制度上防盗根本做不到 何况还有防不胜防的坚守自盗 那么如果在源头 也就是游戏内容上想办法呢 比如是实体版 但是首日要下个10个G的大补丁 或者单机游戏 但运行要联网验证 这类举措都是欺商权 对合法玩家的伤害 会比偷跑本身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 所以最终我们就像现在这样 任天堂即使大做次次偷跑 采取的举措也是亡羊补牢为主 利用版权主张 下架各大视频和直播平台的剧透 至于那些在网上扩散出自ROM 告哪告得过来 除了偷跑 还有提前泄露游戏相关资料 视频啊图片啊设定等等 这些泄露往往出自供应商 零售代理和媒体 因为这些信息一旦离开了厂商 牢牢掌控的范围 那就不再是会不会泄露 而是什么时候泄露了 对于这种游戏公司能做的 就是在查出泄露者之后 用诉讼杀鸡儆猴 比如2019年 宝可梦公司起缩了两名泄露 宝可梦剑盾攻略的印刷公司员工 2021年申诉了 判被告每人赔偿15万美元 今年美国著名的零售店GameStop 解雇了在Reddit论坛上面 提前一天泄露了 亡国之类限定机的员工 泄露犯法不犯罪 法务部是可以起诉泄露者的 有朋友就要问啦 传播和下载ROM文件也是违法行为 任天堂为什么不告呢 首先啊 这个东半球最强法务部的业务 从未申诉 53岁的Gary Bowser就吃了大官司 这位跟酷霸王同名的大叔 因为销售Switch破解工具 被判处了三年徒刑 还要赔偿任天堂 1000万美元的民事赔款 这是要背一辈子的债啊 不过下载ROM这个事情 还是不太一样 因为人数众多不好定位 事情又太小了 即使抓了几个人起诉 也很难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因为每一个下载 或者拷贝了ROM的人 都只会认为 别人被抓只是运气不好啊 自己是不会被起诉的 简单想一想就觉得 这个告起来性价比太低了 还有很多朋友会问 为什么感觉现在偷跑和泄露 比很多年前要更容易发生 我自己有几个推测 首先当然是网络的高速传播 同样的泄露在前社交网络时代 是造成不了什么影响的 没有直播的时候 泄露了大家也不知道啊 其次是厂商更全球化的销售网络 比如宝可梦的全球同步发售 是在2013年的XY以后才开始的 在此之前 日本发售会比欧美要早一些 日本本土的渠道好控制 其他本就晚发售的地区 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影响 但现在任天堂为了促进销售 对下游的管控也不得不放松一些 可能权衡之下 偷跑的损失 还是不如扑货赚得多 话是这么说 即使厂商对偷跑的应对办法很有限 玩家自身能做的还是很多的 最起码的 你玩到了偷跑 玩就完了 别把巨头发出来炫耀 没有那么难做到吧 其实按照严格的版权法 下载ROM和传播ROM 一样是非法的 因为下载的过程会被视为一种复制 很多人其实都会经历玩盗版的时期 我觉得很正常 不少人会在有经济能力 能获得正版之后补票 那就更好 没补票也没什么 但是盗版甚至偷跑玩家 反过来嘲讽正版玩家 或者以伤害其他玩家 体验为目的的剧透 网络拉屎 我真的就完全理解不了了 这是什么秩序崩坏的法外星球吗 用来出售的文化产品 它被制作出来的初衷 就是为了赚钱 卖给付费的正版玩家 而版权法的存在 也是为了保护和激励创作者 让他们可以安心 并且有动力去创作 玩家们也可以玩到 更多更好的作品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所以盗版这个东西 即使没有直接伤害到什么人 退一万步 那也是正版玩家 这辆车上 不请自来的搭便车者 在网络舆论中 永远只配藏在阴影里